反制小粉红攻略 英国钢琴家 我要买西维尼T印上8964 近日一群中国小粉红在英国伦敦大闹知名钢琴家卡瓦那 Brandon Kavanaugh的消息引发全球热议 相关影片在网上疯传 原本的直播影片现在更是突破625万次观看 卡瓦那还公开表示 下次再遇到小粉红 他会穿上常被拿来讥讽习近平的小熊维尼和8964的图像反制 笑翻不少人 卡瓦那在YouTube有逾226万订阅 19日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STPankers International商场内直播弹奏钢琴 过程中遭一群手拿五星旗的中国人乱入 要求他停止拍摄 声称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 让卡瓦那相当匪夷所思 向小粉红直言这里不是共产中国 是英国 英国是一个自由国家 允许人民在公共场所录影拍照 我该遵守的是英国法律 而不是中国法律 不料对方竟突然咆哮 物质卡瓦那是种族主义者 整段过程后续疯传 掀起全球网友关注 据悉 事发地点摆放的公共钢琴 是英国流行音乐巨星 爱尔顿强Alton John于2016年捐赠的 上头还有其本人签名和留言 不过发生这起小粉红冲突事件后 卖场以暂时围住钢琴 禁止民众靠近 一名时常分析中国时政的网红David Shah 23日在YouTube上传影片 介绍这起事件时 竟调出卡瓦那在底下留言 感谢这段精彩的影片 他解开了我很多疑惑 我现在正在买我的小熊维尼T恤 并打算在上面印上8964 留言一出让网友笑翻 纷纷表示 我完全支持你这么做 告诉我去哪里买西维尼的衣服 我也想要 中国再次展现他们有多讨人厌 组团报名买8964T恤 明天就有多讨人厌 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